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百年红货特别节目 在上一集节目中 我们带您回顾了三年大饥荒 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 至今都是无法自由研究和谈论的 那么几千万同胞的生命代价 为当今的中国人换来了什么认知 一起来了解 1958年大跃进开始 随着共产主义式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宣传口号 人民公社遍布全国 但沿着共产党规划的道路 中国人民一步一步走进的是怎样一个天堂呢 有一个生产队队长 而且是在食堂里面工作的 他每次把米饭带回来 锁在柜中 多次享用 两个儿子几千厘米未经 两叫不停 父亲自私不理 小儿子活活饿死 有一个姑娘饿死 许多村民看到 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 把这个妇女腿上揉了上 来揉搁了回去 而且很多机民在打听 谁这样最近死人了 就把那个风挂开 去把那个死人跑出来为止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 裴毅然教授研究发现 据抗战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 整个抗日战争 中国军民死亡2062万多人 49年前 中国2129年的历史中 发生万人以上饿死的记录 有203次 总和也才2991.8万人 但如此惨烈的大饥荒 在当时并非人人都了解 党媒高呼着母产万金 艺术家们歌颂着红色江山 而事后 大饥荒更是刻意地 从人们记忆中被抹去 近60年过去以后 重新了解研究这段历史 4000万同胞的生命代价 为当今的中国人换来了什么认识呢 造成这让人类有史以来 最大激灾的原因 虽然很多 但是最核心的是两点 一个是马克思说 因为他是公勇子 公勇子就是违背人的本性 而最后是造成是不可收拾的 共产党是硬来 马克思说是硬来 一定要叫人们无视 那这样子不可能 不可能怎么办 只有造假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题目 他这个邪教的邪说 邪说产生邪教 邪教授指出 第二个核心原因 则是至今仍在中国实行的体制 第二个就是一党战争 毛泽东共产党的一党战争 不用纠错 反右亲爱的反右爱的都是这样 反都不让纠错 那就没办法 政治上又没有纠错力量 政治上这个方向 有马克思主义方向又错 邪教授表示 其他原因还包括共产党 为了证明所谓的制度优越性 革命合法性 不切实际的急于求偿 硬是违背了中国的古训和基本人性 中国有一个古训叫官俗立法 要根据俗来立法的 而且在西方政治学里面就讲到 所谓一个优越的文明制度和理性 实际上是人性和政策之间的平衡 要根据人性的可能性来制定这个制度 但是由于共产主义是违背人性的 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不论是在大饥荒年代 还是当今的中国 谈到共产主义的失败 都会受到共产党的打压 但裴教授认为中国人不能因为恐惧而沉默 1999年12月普京他说 百年的共产主义常识已经失败 但是为了证明这次学术的荒谬 人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而且国际共产党当中最主要的学费 是我们中国人制服的 是中共强迫我们中国人制服的 中共现在还拦着挡着不让说 这也是我们中国自治的认识 为什么要说不能沉默 裴教授认为大饥荒使共产设计失去道义性 成为中共由胜转衰的历史拐点 而失去合法性 失去道义的中共 红旗已经打不久了 在大饥荒中 毛泽东的副手刘少奇态度相当复杂 一开始他积极执行毛的政策 但是后来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家乡 在大饥荒中的惨状 他开始逆转经济政策 并将大饥荒定性为人祸 不过刘少奇也因此开罪了毛泽东 在文革中他被整肃至死 1969年11月12号 历经文革中近三年的批斗和折磨后 刘少奇停止了呼吸 他的火化单上写着午夜 而一年前他还是中国的国家主席 把刘少奇置于死地的 是他辅佐了30多年的毛泽东 很多研究认为 他们的致命分歧源自于对大跃进的定性 1958年毛泽东发起了大跃进 不久后刘少奇看到一份简报宣称 水稻母产四千斤 他心知肚明地说都是浮夸骗人 但他后来得知毛泽东并不反感浮夸风 1958年9月 当江苏省一个地方官告诉刘少奇 中道母产一万斤时 刘少奇不动声色 甚至鼓励还能多打些 直到1961年4月 中国各地都已发生了饿死人 人吃人 刘少奇到湖南老家调查了44天 亲眼看到农民的绝境 回到北京后 他对毛泽东说 人相识要上书的 1962年1月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 以国家主席的身份 对七千名迂会官员定论 中国持续三年的大饥荒 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党魁毛泽东被迫做了自我批评 而在内会上的毛泽东也不得不 假惺惺的做了一些 含恺惚惚的自我批评 当然毛泽东就怀疑在心 这是他的心病啊 他有了这么大个祸 他就特别担心那些务实会 以这个重大错误作为一个理由 把他的权力给他架通 更担心的就是他死了之后 就会像斯大林一样 和吴小夫一起上台 开个大会就全面否论斯大林 他就担心这个 担心他生权会犯权 更害怕死后 遭到对他的批判鞭尸 七千人大会后 毛泽东的权势陷入了低谷 但他并不甘心 那么到了这一年的夏天 开北戴河会议 他就展开反击 北戴河会议一开始之后 就跟大家讲 就说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个问题 共产党会不会垮台 垮台怎么办 他这个话当时一讲出来 影响那些去开会的人 那些庄网友们都听傻了 本来按照原来七千人大会 定的调子 那就是继续调整经济政策 发扬党内的民主 怎么现在就讲 共产党挂财的问题了呢 当然大家一想就琢磨过来了 共产党搞三面红旗 饿死这么多人 你说过去的错误 不光是毛一个人犯的 也是党犯的 所以他们就有种 共同散罪的这种感觉 所以就觉得 这是个问题 你要维护这个影响 我们就不能 真正的去改强错误 所谓是党的专政 这个是一定不能放弃 所以从那次会议提 到这年的十月 开八级市共产会 整个中共上层就扁了掉 就想到千万不要忘记 阶级斗争了 一度就继续走下去 一直到文化革命 七千人大会后的第二年 毛泽东就发起了四清运动 有研究认为 毛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 是为了从基层开始 层层向上 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 最终打垮刘少奇 但当时掌权的刘少奇 摆出比毛泽东 更左的姿态 把1949年后 被打压了一遍又一遍的 地赋反坏右等 又折磨了一遍 刘少奇的权势反而更加高涨 到1965年下半年 毛已基本放弃了四清运动 转而筹划发动文革 1966年5月 文革爆发 两个月内 国家机器和秩序就彻底混乱 毛泽东突然发表文章 炮打司令部 不点名地指 刘少奇等人 就是中国的贺鲁晓夫 炮打司令部 他专门提到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 那就是这七千人大会 就是他就对那小孩 很在心 毛泽东发动群众 起来造刘少奇的反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是很重要的条件 那么这个个人崇拜 怎么搞起来呢 这就很有讽刺意味了 就当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 刘少奇就最先提出来 毛泽东思想 又是延安整风当中 毛泽东最重要的盟友 是对毛泽东 个人崇拜的始祝勇者 大跃进失败以后呢 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 刘少奇和邓小平 进入中央的一线 那么作为交换条件的话呢 他们继续加强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也就是说 刘少奇他的前半生 所做的事情 他实际上是自己的掘墓人 如今 文史界对刘少奇的定位 既是受害者 也是加害者 凡是毛泽东发起的政治运动 他都积极地执行 他主导土改 导致几百万人死亡 他主导四清运动 五百多万人挨症 七万多人死亡 文革的头两个月 他还派出工作组 把一万多名师生 作为右派和反革命 进行打压 刘少奇后来最有名的就是 他希望宪法来保护自己 但是当他希望宪法 能够保护自己的时候 他有没有想到 这个运动开始的时候 六月份 他派工作组去 把上万名学生 教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时候 宪法在哪里 在刘少奇身后 有评论家说 专制制度如同一部绞肉机 那些积极充当绞肉机上的 螺丝钉的人们 有没有想过 有朝一日 这部机器会反过来吞噬自己呢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 百年红货特别节目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